在這個練習中 我們要利用煞車組件設計的這個例子 來計算動態的SMB 這計算過程中包括要計算 回歸直線的協力β 還有動態標準偏差SD 我們從 這些延時的資料開始 一共有18組的實驗 每組實驗有16個data 這16個data是在4個信號水準下量測出來的 每一個信號水準下有4個實驗數據 分別是在不同的干擾條件下的量測值 計算工作需要用到16個數據所相對的信號水準值 也就是煞車油壓 目前的這樣的排列方式不是很方便 我們先將量測數據所相對的信號水準 重新整理到最上面的一列 讓我們的計算工作會比較方便一點 前四個量測值所相對的煞車油壓是0.008 接下來三個可以直接拖拉過來就好 第五個是0.016 然後接下來這裡是0.032 再來是0.064 其他的我們把它往右拖拉就可以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是做了一個簡單的資料整理的工作 最上面這一行呢 代表16個data所相對的信號音質的水準值 現在我們來計算data 也就是每一組16個data的回歸直線的協力 根據我們課本的公式 等於每一個yi 16個yi 乘以mi 最上面 然後再 然後把它summation起來 事實上是 summation起來 然後再除以 mi的sum of square 把這個公式再看一次 記住要打上Ctrl、Shift、Enter 這573就是 第一組資料的回歸直線的協力 但是我們打算把它拉下來的時候 才想到 這一個 mi 它的roll number 應該要固定 yi yi 倒是roll number不用固定 但是mi的roll number要固定 你可以直接選擇 這些mi 然後按兩次的f4 就固定 這個roll number 同樣的 後面這邊也是一樣 選擇這個mi 然後按兩次的f4 就會固定住roll number 同樣的Ctrl、Shift、Enter 這樣的話其他的 我們可以把它拖拉下來 拖拉下來 這些roll number 不會 增加 我們可以直接把平靈值 放在最後面 接下來我們來 計算所謂的動態標準偏差 這動態標準偏差 也就是這些yi 跟回歸直線的偏差量 回歸直線呢 把這個mi 乘以 這個 協力 beta 這裡協力beta 選不到 我們直接打上 初春格的 位置 s6 然後這個偏差量把它取 sum of square 然後除以 16-1 就是自由度 15 最後 把它開根號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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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t 那麼除以我們等一下也是要拖拉下來 所以這個C2 R2 這個部分 也是要固定 按兩次的 f4 然後記得 Ctrl、Shift、Enter 這個是 第一組 data的 動態標準偏差 其他我們把它拖拉下來 可以確認 確認一下 這些數值是正確的 好 計算完了 這個beta 還有動態標準偏差以後 這個samb 計算 就變得很簡單了 在這個例子中 samb 是 負的 10倍的 log 動態標準偏差的平荒 這選不到 我們直接打 T6 的 平荒 除以 β的平荒 β的平荒 然後不必 Ctrl、Shift、Enter 只要打上Enter就可以了 這個是第一組的 sm ratio 其他的直接拖拉下來就可以了 這個是 samb samb samb的平均值 我們直接把它放在下面 OK 最後 這些奇怪的符號 是一些警告的訊息 如果你認為這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直接可以 撫列這些警告的訊息 所以 我們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